我 又来了吗 杨膜是越来越多了 五更甜 该尽药了 五更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张小子 你来得正好 红二 怎么了 你看 你的机关约 又卡住了 可我够不着 真高 没事 我帮你拿吧 周小子 你当心 不要紧 我行的 小心点啊 没事 在下面等着吧 小心 没事没事 给 谢谢 今天是夏儿满周岁的大日子吧 这个送给夏儿 好精巧的玩具 这可是我自己做的 你也喜欢吗 嗯 好 那等你明年生辰的时候 我再做一个送你 更厉害的 真的吗 一言为定 太夫来找我了 赵小子 我先走了 啊 我也 明年生辰的事 我不会忘的 明年生辰的事 我不会忘的 我也差不多该回家去了 太夫 我跟你说啊 刚刚呀 机关约又卡在书上了 幸好 张小子帮我拿了下来 阿福叔 公子 您回来了 阿福叔 还是叫我昭儿就行了 您可真是 对了 夫人她在找您哪 您还是快去到书房去 这些书卷 让阿福遣人给您拿回房吧 谢谢 阿福叔 阿母 渣儿 你先照看香儿一会儿 那您呢 今日贵客云集 你阿福正忙着呢 我还得去盯着厨宫才行 免得怠慢 阿母 您辛苦了 香儿就交给你了 我太幸迹了 你草堂 我 von 给你了 我 xem 你 的 我 的 这 马俺 就是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了 外头 待会儿你就带着香儿赶快离开家 不要再回来了 走得越远越好 可是 可是 收 一个都不能放过 小儿就交给你了 阿姆 阿姆 快去吧 莫才回头 放肆 此乃朝廷命官府里 我竟敢擅住 竟敢擅住 的 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子 赵公子 总算找到你了 扎安全 赶紧来 让开 我来破坟 若能保护赵人和小姐 我这老命交代在这儿 也是值了 阿 阿部叔 你 承过狼道往前走 再走 不要留下任何活口 走 到那儿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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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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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人 必定不会误了大人们的大事 好好煎你的药汤吧 破销出发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坐着喝 又是一样的苦药 馨儿别胡说 我每天调的 都是不一样的苦药呢 这药汤就和阿兄的笑话一样 总是换汤不换药 快趁热喝了吧 不然 再给我讲个红二的故事吧 你讲故事 我喝药汤 公平交易 好 有一天傍晚 红二在东市附近玩耍 发现了长安最高的那棵树 那是一棵 那是一棵高大的槐树 生长在红二家的庭院 哇 好高啊 红二决定要爬上去看看 爬着爬着 他看到了 他看到了人们 聚集在一座院子里 互道恭喜 不知道在庆祝什么 在橙红色的夕阳下 好像半个长安城 都燃烧了起来 红二决定 不再回头看长安了 他专心地朝树梢爬着 直到夜深 他抬头看到月亮 觉得月亮好像 月亮好像一颗团子 又白又圆 红二不由地 想起阿牧拿手的糯米团子 阿兄也很擅长做糯米团子呢 那也是小时候跟阿牧学的 红二越爬越高 最后爬到了月亮上 月宫金碧辉煌 和长安的模样完全不同 然后呢 然后呢 阿兄要出门了 阿兄一早就要出门啊 是啊 这次机会难得 接到大人们的委托 带那些大人们进山 上千五百 阿兄若是不接着委托 岂不是傻 阿兄 是不是为了香儿的药钱 想多了 小丫头 能挣钱干吗不挣呢 阿兄亲手做的香囊 可以驱虫提神 还可以尽心辟邪 小灾解恶 百毒不侵 小灾解恶 百毒不侵 小灾解恶 百毒不侵 这个 修好了 你要找阿兄的时候 只要吹一声 阿兄就会马上 马上从山上滚下来 知道了 知道就好 走了 香儿 怎么了 没事 试试主上 太史兄弟 放心 阿兄很快就回来 你快些回来 噢大人 你可算好了 算好了 赏钱五百 不多不少 我是说 你总算是好了 村人都说 你只要有赏钱 什么活都肯干 还真没错 所以我去禀报将军吧 是 将军 一切就绪 放 得令 我说太使兄弟 这山上真有妖魔 山里一直都有一些山精野怪的 只是之前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多年来倒是相安无事 那妖魔是从何时开始变多大 几日前 山里传来巨响 动物们纷纷逃窜 后来进山 发现了奇怪的破坏痕迹 连岩壁都被击碎了 老猎户们都说 这是大妖作祟 让我们暂时不要进山 有人见到那大妖吗 或许有吧 几个年轻人不信邪 结伴进山打猎 就没有回来了 此后 再没人敢进山 大人 这就是大妖作祟的痕迹 还有吗 有 前面很多 继续带路吧 到了 将军 看来便是这儿了 孙客 在 你来检查痕迹 是 说好的赏欠 大人 我觉得你胆识不错 伸手也可以 还算有点本事的样子 待在这山村可惜了 要不要跟我们出去见见世面 我可以做主 给你多加一倍赏钱 安顿好家人 大人太抬举我了 我哪有什么本事 就是懂得打猎罢了 只求尽力完成任务 拿了赏钱赶紧回家 我们李军可不是普通的军队 你若加入 往后便是平步青云路 高攀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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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不冤 难道 你有什么隐情 能有什么隐情呢 大人就别笑话我了 离战 顺客追击 叩颜善后 是 太师兄弟 拿好了 来吧 平步青云路 还是走我的山林小路吧 回家 你们几个 搜查附近 还有没有参与的妖魔 其他人随我来 是 不得了 再来 对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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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